而言承应言的东京奥运确定要举办了 但是日本政府担心疫情蔓延 再加上国内反对声浪 基本上决定将不会开放海外的观众来入场 同时也决定3月25日 在福岛举行圣火点燃仪式 采用无观众的形式来举办 民众热烈欢呼 争相一睹女神火炬首十元聪美的风采 圣火传递一直是奥运重要的环节之一 只不过今年民众恐怕无法共享胜举 原定3月25号从福岛线开跑的圣火点燃仪式 确定禁止民众进场参观 尽管火炬首接下来还是会在各个独岛府县传递圣火 政府仍然呼吁民众最好在家收看直播就好 现在日本政府内部更已经基本决定 不会开放海外民众入境日本观看比赛 甚至对东奥参赛选手的规定也变得更加严禁 看来虽然日本政府不顾国内民众反对照办奥运 又会是多少人恐怕还会是一个难解之体 敦选家一期另外一报道